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联航到底有多红呢 从刚刚结束的秋季旅展就能够看得出来 不少旅行社纷纷推出联航行程 算一算比传统航空便宜了四五千元 只不过你有想过吗 联航这么便宜到底是少了什么服务 另外又会额外的收取哪一些费用呢 来看这则报道 2014秋季旅展最后一天 旅行社业者纷纷祭出超优惠价格 不过便宜之中还有更便宜的 我搭配商场好高 现场优惠价八千九含税 廉价航空机票搭配住宿 日本东京五天自由行 新台币九千游找 在低价战场上硬生生杀出一条血路 国内航空因为日本线的需求 机票涨价然后幅度比较高 那连航基本上来讲 它还是维持一定的票价的基本 所以它价格比较优廉 最大的折扣可以差距到 跟一般其他航空公司的差价 大概四千九百块左右 那一般也比平常时候 我们销售多得大概两成五的业绩 随着台湾出现第一家本土联航 不少旅行社今年首次推出联航行程 更有业者专门代理联航 帮客人抢便宜 消费者的一个市场趋势 那因为对于了很多自由行客人 他的自主性够比较强 而且希望是比较所谓对优惠的价钱 虽然价钱很优势 可是不代表它的品质不好 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税也已经寒了 而且行李公金数也已经寒了 我价钱价格比普通商一定比较便宜 有些不是很长厨的 我不是长厨的 气长厨的我都会大 想抢便宜不一定得到旅展人挤人 其实有更轻松的方法 比较网站帮你列出所有联航即时促销 还有抢票剩余时间 台北到马尼拉甚至只要一元 立刻点进去 先是看到要加税1340元 没关系还是很便宜 只不过航班抵达时间 是半夜两点有点尴尬 而如果你有带行李 要多付388到1158元 想吃东西请付130到240元 选座位也要230 它给你的服务回归到最终运输的 最终的目的就是从A点 败送到B点 那如果说你要托运行李 要加钱 飞机上面要是觉得冷 要毛毯要付费 它任何的修改 是也是需要给你 它会要你付高额的罚款 就是高额的改票费 服务弹性都被便宜牺牲了 买连航机票之前 可得把所有费用 还有游戏规则通通看清楚 不要急着抢便宜 却赔掉旅行的好心情 欲电TV张亮王嘉宏台北报道 铃驾航空顾名思义听起来 就是票价很便宜 那常常也会让很多人 就挤在电脑前面 要来抢这个票 但是常常都是抢不到 有秒杀的状况 这边有请93报大家讲 如果我真的想要抢 这廉价航空的票 我要怎么抢 有哪些撇步吗 在抢票之前 要先注意一下 他这个票 到底他的CP值高不高 那我刚刚有讲 我通常都会在我的 Facebook上当这个机票分析师 跟大家讲说 这次的真的是很难得的 这个超值的特价 那这次可以抢 或者说这家常常特价 就不用去抢 所以大家注意说 这个这次到底值不值得 可能就是去半夜抢票 或是怎么样 那第二个就是注意 他的那个时间 就是说有些他是半夜 他是红眼班机 可是如果你带小孩 或是老人家 可能就不太适合 所以时间也是要考虑一下 然后通常 通常旅游旺季的时候 他的促销会比较少 因为旺季 他的票就卖光光了 他为什么要促销 那还有就是建议大家在抢票之前 先上去这个连航的网站 比方说你看 看准了台北飞大阪 然后哪一家你觉得 这个你想要去抢 那在抢票 开始抢票他的促销之前 你就先上去练习 怎么样去买机票 怎么样订机票 比方说这个 这个是要常常练习 比方说 这边要输入这个 这个护照号码 然后所以你就可以 先把这个护照号码 你的英文拼音 全家的然后通通都把它 输在一个握的档面 或者是你事先 注册成会员 但这个就原来像网购 这样子你就 在抢票的时候就不用再输入一次 因为已经存在你的会员的档案里面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是 有些这个联航的订票网站 他会很鸡脖的帮你先把行李加进去 帮你先把这个 机上餐加进去 可是如果你这个有待 我常常建议的这个搭连加航空必备三宝 第一个是水壶 水壶就是你带小小的 这个一点点水到安检之前全部喝光 这样刚刚好 那过了安检之后 你就到后机室去装水 这样你你就可以有这个 有水可以喝就不用到机上去买 第二个就是你自己的食物 可能你在后机室吃掉 那比较没有问题 比方说你带三明治 然后汉堡之类的 那第三个就是他通常空调会开很冷 他毛毯是要用买的 买了你就可以带走 所以我通常建议大家 你就带第三样宝 就是你的小外套 那还有就是通常这个 他的那个网站 他会帮你先把这个机上餐先选了 那可能会多个一两百块 两三百块 或者是他会先帮你把行李托运给选了 通常就是五六百块七八百块 可是如果你自备这个餐点 或者是你这个行李不托运 你就符合他的这个随身行李的这个尺寸跟大小的话 你就不需要花这个钱 所以你要记得把这个行李托运取消掉 然后机上餐给取消掉 这些的这个动作熟悉一下 那就比较知道说 这个抢票的时候就比较不会手忙脚乱 还有廉价航空通常是这个浮动的票价 比方说一个机舱一百多个座位 他可能就是第一个买到 跟第二个买票的这个旅客可能会有非常非常便宜的价格 比方说这个一块钱欧元 或者是这个一千块钱台币 那那再来可能就是第三名到第五名买到 可能就变成一千五 那这个第五名到第十名可能就是一千八等等之类 所以看你手脚越快 你就抢到是越便宜的 反正你总之你进去看到就是目前最便宜的 那你手脚越慢他的那个价格就会越来越高 所以他的是浮动的这种价格 那还有就是一定要去比价 就是你想要去的那个路线 比方说你想要去大阪 想要去新加坡 想要去香港 那你就要先知道说行情价大概是多少 通常没有促销之前可能就是香港五六七千 那促销完之后可能有些 这个三四千怎么样 那你心里有个底 那你上去看的时候如果你手脚太慢 发现说已经涨到五六千了 那你就等下次吧 好就是这样子比较不会嘴高这样 抢票如战场一样 这个是要沙盘推演才能够真的抢到优惠 可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 零驾航空他的机票这么便宜 通常我们说便宜美好 或是便宜美好是吗 为什么零驾航空的票价可以压到这么低呢老师 OK 那我们先回到传统航空的一张票 就是把你从甲地到乙地的一个运输的提供嘛 那同时再给你一些服务都加总在里面 可是低成本航空他的概念就是说我只给你运输 那你要花钱来买服务 OK 所以他不会给你餐点不会给你一些饮料啊 这些饮品 那甚至于说国外的话很多他就没有空桥没有接破车 旅客就是要用走的自己上飞机 那这些费用再加上就是说好比说旅客 你如果要选位置那你要加钱 你要挑大一点的位置那你要再加钱 那等于是说我用你要加钱 你要来买这个服务的这个概念来经营 所以我们包括说机上的餐点 过去传统航空大概就是一个套餐 可是你会发现说廉价航空它提供的就是一些比较创新的食材 那好比说乳肉饭啊好比说泡面或者说这个咸酥鸡 其实有没有发现它都是比较浓郁的味道的食物 对味道很浓 所以在航程中机舱内其实只要有一个人吃了 就会有一些人跟进 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经营上的策略 等于是说虽然我在这个票价上面是很低廉的 但是我在服务上面我会想办法去让你愿意再来买我的服务 那这个是它的一个经营上的概念 跟传统航空是不一样的 这个意思就是其实就刚才你们两位一直有提到的一个重点就是 我把传统航空的套餐概念变成了联航的单点概念嘛 可是有时候可能消费者光是看机票就会被 不能说被骗的 可是他有一个误解想说 哎呀联航的机票这么便宜 那么传统航空的机票这么贵 我当然是要选联航 但是去忘记去附加了那一些所谓的服务费 那些食物费其他的价钱进去 其实算一算有没有可能 我把这些其他的附加的服务加进去之后 他反而会是比所谓的传统机票还来的贵呢 哦有可能因为这个我们刚刚讲到这个 连价航空他的机票是浮动制的 所以他在非常接近起飞的时候 有可能他的机票已经高涨到 比传统航空还要贵 所以建议大家就是要先去比价一下 所以建议大家就是说 在买这个 在买机票的时候 最好还是要比价一下 看看说 这跟传统航空的价格是多少 像有的时候我就会就就会建议说 有的时候传统航空 他的早鸟票 就会因为受到连航的刺激 他就会非常非常的便宜 有的时候 这个比方说 台湾飞新加坡的早鸟票 或是飞哪里的早鸟票 他就比这个连价航空促销的时候 中等价位的早鸟 中等价位的连价航空的机票 还要大概只贵两千块 那我就会建议大家说 如果你带小孩 或是你时间不确定 那你可能就买这个 这个早鸟票 因为可能时间比较好 早去挽回 或者是说 他比较有弹性 你要改期都可以 或者是说这个机上餐 你也不需要去另外花钱 所以我会建议说 如果大家是需要服务比较多的 你又需要机上餐 又需要改时间 又需要托运 然后行李又很多的话 那你可能就会算一算 你可能是不是直接点套餐 也就是传统航空 会比每一样都单点的连价航空 还要划算 那在我的部落格上面 有帮大家整理出来 目前非台湾各家连价航空 他的各种附加费用的一栏表 你就不用一家去查了 比方说这个台北飞哪里 的什么航空 然后他的行李是算贱的 还是算公斤的 那他的这个这个机上餐 是多少钱到多少钱 然后他的选位的这个费用 可能是腿长的要多少钱 靠窗的多少钱 全部都做成一个表 一目了 大家就可以看到说 其实大概也只要多加几百块 每一样 然后大家去评估一下 大概多少钱 就会心里比较有底 就比较不会当冤大头 就看自己个人的自己 需要哪一些服务嘛 对不对 其实就等于是说 我的连价航空 未必真的会比传统票价 来得划算 如果是传统航空的早鸟票 所以就个人要好好的想清楚 那么教授就您的观察 就刚才93提到这个 早鸟票的优惠状态 是不是因为传统航空 真的是受到连航的刺激 他的票价开始有所跟动 会不会跟着下降呢 事实上我觉得说就像我刚刚有提到的一个市场的区隔 所以其实廉价航空反而应该要做的是不是做降价的一个生意 而是做提高服务品质的一个生意 所以说一个强调服务品质 一个则是你要服务那你要用钱来买 那用这样子来做一个区隔 那如果说今天传统航空反而也把票价降下来了 那事实上他就会成如我刚刚所讲到的 他就会变成是一个不像传统航空的传统航空 他可能会比较像廉价航空的传统航空 那这样子反而自己的市场区隔性就没有做出来 不见得是一个好事 市场区隔性很重要 当然民众很关心的 还有安全性也很重要 搭连航有没有真的是可能会比较不安全 毕竟他票价这么这么的便宜呢 如果说我们以安全性来讲的话 我们刚刚来宾也有提到就是说 这个飞机新旧 事实上我们在讲飞机 我们不是看它的机灵 我们是看这个飞机的四航性 所以一个老飞机 它只要是照着既定该有的 这个维护的标准来走的话 事实上它不会输给新飞机 可是新飞机如果没有照这个标准来走的话 它其实很快它就是一个老飞机的那种表现 所以我们不是看机灵 我们是看四航性 那民航局或者说各国的主管机关 其实上对航空公司的这个四航性 飞机的四航性都是很严格的在管理的 所以这个部分有继承的法规在走 那人员的部分也是一样 就是说一个驾驶员以我们台湾来讲 我们在连续的30天里面 一个驾驶员他飞行的时间上限就是120小时 那他一年就是1000 那也不会说因为他是连驾航空 所以他的驾驶员就要超时工作 或者他的空服员就要超时工作 叫做爆肝 事实上法规在那边 那只是说他会在人力上面做精简 那我们在好比说空服员来讲 我们一个概念就是19人以下的是不用空服员的 可是每50个人 就是50人基本上是一个空服员 那连驾航空的话他可能就是 我在这个法规的要求上面我符合这个要求 但是我可能在人力上会做一些精简 那这是会有的 不过基本上再怎么样 他不能够去低于这个法规上 安全的一个要求标准 可能民众听起来是可以稍微安心一点 不过人力精简的话 有没有可能就会造成了一些班机霧点 或是其他的状况出现 为什么连驾航空的霧点率会比较高一点 就是说因为他的那个机队的调度 可能没有那么高 而且他可能一班飞机 通常传统航空可能一班飞机 飞个两趟 一天飞两趟 可能连驾航空可能一班飞机一天飞四趟 那可能就是新加坡台北 台北新加坡 然后新加坡曼谷 曼谷新加坡 那所以如果只要早上的第一班 延误的话 那后面第二第三第四班 都会延误到 那所以通常这样子的话 我会建议大家 如果大家连驾航空的话 就自己花钱都花个一两百块 去加保一个旅游不变险 通常这个旅游不变险 这个好处蛮多的 比方说通常这个 如果说今天这个飞机十二点飞 然后我到机场之后 他告诉我说 这个今天迪雷 要到下午四点半才飞 那我这样看一看 符合我的这个旅游不变险 说这个万一迪雷四小时以上就理赔 那别人在柜台那边吵 那说你要给我餐费 要什么 你要你就不用 你就可以带着微笑 然后打国际电话 跟家里说 我现在迪雷了 然后呢 坐计程车去吃大餐 去住高级旅馆 这些全部这个单据 到时候回国 都可以跟你的旅游不变险 信用卡送的旅游不变险 跟他报销 可能一万块之内 或是两万块之内全部报销 那那为什么还要再另外加钱去保 旅游不变险呢 因为自己另外加钱去保的旅游不变险 是可以拿钱的 那比方说这个现在有些蛮高的 就是delay四小时或是行李延误 或是行李遗失等等 他就会给你4500 白花花的钞票 这是真的是搭连行前必做的手绣 然后最后一点点的时间 那请你帮我们讲 如果真的搭连行要找资讯 除了上你的部落格以外 还有哪些管道是可以来找到相关的讯息呢 通常就是平时先注意 就是说哪些这个航空公司 他有在特价 然后平时就看看底下的留言 因为底下的留言都是一些 这个经验老到消费者 有些有些航空公司他一贴说 我们现在有促销 然后底下就会说 该不会又是先提高价格 然后再打折吧 或是怎么样 或者说时间很差怎么样 可以看看人家说什么 然后再回来自己看看说 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值得注意的事情 比方说要注意时间 然后要注意说这个海外消费手续费 然后我通常也建议大家说 通常国外的廉价航空 要收这个海外消费手续费1.5% 那你就可以用有现金回馈的信用卡 比方说2%的或是2.5%的 就把它cover回来 那你还可以 中间还可以赚到0.5% 这样子之类的 听起来观众 真的是要做了功课 在出门才会玩的 真的非常开心 谢谢两位今天来到现场 帮我们做的分析了 谢谢 那么下节节目回来 一起来关心国际上 有哪些重要的财经大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